这道鲜辣入味特别好吃的排骨焖油豆腐可以列入你们的年夜饭菜单吗 排骨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煮开之后撇去浮沫然后继续煮两分钟捞出 最好是用温水再抓洗两遍哈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配菜就是油豆腐还有一个娃娃菜油豆腐中间剪一刀但是不要剪断好这样就更入味 娃娃菜也给它改刀切一下 这里就是烧这道菜的配料啦将蒜片小米辣蒜苗 锅烧到冒烟倒油转动锅生让锅生每一处都吃到油然后下入排骨 用中小火先煸炒个三五分钟吧把排骨的表皮炒至微微焦黄 然后加入姜蒜片以及生抽老抽蚝油盐先翻炒一下炒出酱香味之后再倒入开水 盖上盖子用中小火先焖煮个20分钟左右 再开盖把油豆腐放进来盖上盖子继续焖煮个10分钟 中途可以开盖翻动一下 煮到还剩点汤汁的时候油豆腐用锅长备多按压几下 这一步你可别小看哦能够让油豆腐彻底的喝饱水 出锅之前加入松鲜鲜蒸鲜以及小米辣根蒜苗 倒进铺好了娃娃菜的砂锅里面 冬季可以放在小炉子上面边煮边吃 这么一锅有荤有素绝对很受欢迎 喝饱了水的油豆腐水当当的真的太好吃了 一口咬下满口豹汁 我们下期再见